美啊 美啊 蠻漂亮的 但是妳在背好漂亮 感安靜 然後剛剛好 這個髮型 沒辦法講話 perfect perfect 今天最美 把珠寶跟禮服 弄得非常非常有多型 我只能說以喬的大腿 非常漂亮 他的體脊跟他長得很像 我們可以認得出他們的差別了 對 我覺得他的珠寶 非常有用心 什麼 搭配非常有用 前三 這幾年來的前三嗎 嗯 王佩琪這一套是Celine的 這件不好穿 這件不好穿 對 胸部的尺寸剛剛好 對 太大可能還比較好 要很瘦 她穿得很好 對 美啊 美啊 蠻漂亮的 好 我們可以先讓她後補 可以 王佩好漂亮喔 對 對 其實我也覺得頭髮這樣乾乾淨淨 剛剛好 那個髮型 嗯 我喜歡他的唇型 因為他的唇型非常漂亮 但是如果是我來做的話 我 藥部就是讓唇的顏色更淡 幾乎不存在 藥部就要再強烈一點 像那個 對 對 對 像昨天的螢光局 像那個 好萊塢很有名的 安靜蝦球力 對 要不就是很重 去強調 好的 接下來看就是下雨喬 是 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 然後這次他入圍了 這次入圍很多 剛剛有講到 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 入圍了11項 他入圍的是女配角 雨喬的大腿 女主角 雞肉 還有編劇獎 還有節目美術設計獎 很美 沒辦法講話 完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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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最美 很美 小小現在心裡應該滿緊張的 因為她跟同居的女演員 女演員要一起競爭 因為我 我們 說實在的 要現有的珠寶 跟自己找到的禮服 要這麼合適 真的 她是第一人 把珠寶跟禮服 弄得非常非常有不行 我只能說以喬的大腿 非常漂亮 對 她的體態管理非常的好 很棒 她的大腿 因為那個開叉 對 會看到大腿內側 她那個肌肉 很美耶 而且我也喜歡她的妝髮 可以像這樣子的 叮叮咚咚的珠寶 我覺得很有俐落感 像她的唇就有顏色比較淡 我覺得反而淡一點 在這樣的場合裡面 搭配這樣的服裝 反而看起來高級 好可愛 然後另外就是 因為雨喬她本身的年紀 也是小姐姐等級 這一次讓她的氣場 有小姐姐等級的氣場出來 就是 引起跟她長得很像 很重運化 就是我們可以認得出 她們的差別了 對 這一個是我目前 憑這幾次的紅毯 這幾屆 這幾年 我覺得她的珠寶 非常有趣 什麼 搭配非常有趣 前三 這幾年來的前三嗎 嗯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禮服 又是黑色的 你的那個飾品就是 不管是珠寶或者她的手套 沒有配好的話 就會 會像昨天老師剛剛講的 一個很重要的像 珠寶展示模特兒 對 我覺得她整個遠的鏡頭是好大氣 那個比例很好 很大氣 她的妝太美了 很漂亮 很大氣 很大氣 這個禮服是不是長度剛剛好 對 所以她走路就很大方 很大氣 就像我們講的 很大氣 然後她有這麼美的身材跟線條 不是 以我健身角度 我覺得夏宇喬現在身材很剛好 好棒 就是微微看得到肌肉線條 但又不是 感到很壯亮 很棒 因為女生穿高跟鞋的時候 走路的大腿是最重要的 對 而且妳稍微像她剛剛腳 微微放到旁邊 用力了一下 那個腿的肌肉線條 美喔 那個肌肉紋理 很美 真的 你看這個妝 這個妝啊 它的亮度完全剛剛好